晚上好 罗尼还到议长了 众议院议长罗尼 美国众议院议长罗尼 那我铁定把拜登弄死 想在我众议院 想在老子众议院 通过预算法案 门都没有 老子卡死你 你看到这人的心态了 这个人的心态就不一样了 如果我现在是美国的众议院议长 说高低 我得给拜登的预算法案 今天我都给他卡屠了皮了 中期选举白选的吗 是吗 老子的众议院议长 15轮的投票白投的吗 怎么可能让你轻易的过关 对不对 罗尼刚刚开还是开了一段时间 刚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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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是刚开的 今天呢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喜庆的日子啊 国际上呢 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变新的变化 所以呢 特地来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 我的观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今天呢 也已经从俄罗斯 这个成 他的专机啊 回到了 回往中国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引起了这个国内外的特别罕见的关注啊 当时那这个这个时候和我们一块抢抢风头的还有这个日本的首相 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日本首相啊 这个特别啊 在出访印度的同时突然间改变自己的行程 然后呢 转访到波兰啊 然后坐陆路火车弄了一个十人商务小包厢啊 开到了基辅 然后跟泽连斯基见了面 然后给泽连斯基刷了礼物啊 给泽连斯基刷了 刷了几百亿美元的礼物 那泽连斯基啊 笑的那裤衩都已经都变形了啊 笑的那脸跟裤衩勒的一样 罗尼回头把最后晚餐放在上啊 是吧 阿芬奇该不乐意了啊 那这个问题啊 有的时候我这个镜头会卡一点啊 是由于我这个机器的问题 我这机器不太好啊 所以就导致这样 有的时候偶尔的画面会卡一下啊 这个大家都包含啊 因为咱们这个确实啊 水这个设备不不没有那么好啊 没有那么好 那今天呢 我们来主要聊一聊中俄之间的 这次的联合声明啊 给老子都给看完了 中俄的这次联合声明啊 发了两个啊 21日的时候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联邦的总统普京呢 在一起共同发表了两份联合声明 我今天呢 把这个两份的联合声明都看完了 看完之后啊 没把我给累死啊 9000多字啊 你搁这写小说呢 9000多字 你让我总结 怎么总结啊 你这是不是为调啊 我怀疑你他妈在刁难我胖虎啊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啊 为了这个咱们节目还是要有聊的东西 还是要把它看完啊 9000多字 你联合声明写这么长 一般的老百姓谁把它看完 除了我们这帮 对吧 臭做频道的 那当然签了两份联合声明 这两份联合声明呢 标题主要是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第一个就是中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还有另外一份联合声明 就是关于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 我们看这两个联合声明啊 你就能够看到啊 他的主题含义啊 中心思想是什么 那其中一个就是关于深化中俄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这个点 那么其中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中俄双方在意识形态 在这个国家的彼此的合作利益 包括中俄双方对于现阶段国际秩序的一些现状的认可与不认可 那包括双方对于彼此的这种认可度 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得到一件事啊 这个联合声明做出来之后啊 我的第一感受的独厚感就是说 这个俄罗斯啊 我觉得他应该在战略层面啊 提出一个俄罗斯的战略构想啊 关于未来新型的大国关系的战略构想 这个其实是俄罗斯现在很欠缺的啊 你自称为区域强国啊 一个咱们称啊 一个强大成功的俄罗斯 我们是繁荣稳定的中国 我们称俄罗斯为强大 这个强大成功的俄罗斯 你一个强大成功的国家 你难道没有一些对于这个 你自己的这种战略构想的新论述吗 这点我觉得是俄罗斯当下很欠缺的东西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俄罗斯啊 在做一联合生命也好 在做一些事情也好 让你就会觉得啊 你就会觉得一件事 就是俄罗斯这个这个事 你看他在俄罗斯这个乌克兰战场上的战事不利 拉跨 你就会能够了解到他为什么拉跨了 我跟你说这个国家实在是太不细致了 真的不细致 而且啊 这个脑子还不好 你知道吗 做事还不细 脾气还不好啊 动不动就很冲动啊 有点冲动到长的感觉 你知道吗 这个所以你做这什么事情 你不细致 治大国有如烹小仙呢 你这个不细致 你太不细致了呀 所以你难道也不行 就真是不行啊 有网友问了 是不是一堆废话和套话 还真不是一堆废话和套话 这里边啊 他只进行了一个战略式的这种引领 护 护尘峰被禁 107养老金 没关注这两个话题 不好意思啊 这个 我没关注 我就没有办法跟你细聊这个问题啊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要说到了这个啊 这个普京这个在这方面是很欠缺的 但是普京啊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就是说这个你不能这个国际社会是黄金10亿人 黄金10亿人哪10亿人呢 不就是G7吗 G7那几个国家吗 对吧 G8 8就不能说了 发译成中文很难听啊 G7啊 我们管他叫G7国集团 就那七国集团的有钱人 对吧 天龙国的人 其实根本问题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利用咱们中国的这种马克思主义啊 就是其实就是阶级问题 阶级矛盾问题 就是第三世界国家 这些普通的劳苦大众 这些日子过得不是特别好的国家的老百姓 和你这些过得很好的这些天龙国人之间的这种阶级的 怎么说呢 矛盾 你们太自以为是了 你们也太不把第三世界国家当人了 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说啊 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啊 这个当年提出一个三个世界理论 为什么中国的这个三个世界理论迅速的在那个时代啊 就风靡了整个第三世界国家 因为没有人关注他们 没有人看他们 也没有人关心和在意他们 当时当然同时中国提出了自己的世界观啊 五个现代化啊 这五个现代化 什么叫中国式的现代化 进行了一个概念性的阐述 我们提出了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在这种价值观的引领之下 你可以看到啊 包括中国的这种新型的大国关系 新型的国与国关系 中国的这种治国理政的理念 包括中国的这种战略意图和战略部署 其实是有一定的系统性的这种阐述的 也是说的非常好的 那就关于这一点上来讲 中国其实是在主张一件事 特别是在这个联合生命里主张一件事 不能由任何个别国家或个别团体 把你的这个东西强加于人 你不能说你这个东西就是世界标准 普世价值 其他人都得遵守 啊 也不能搞这种什么就就民主对抗威权 什么的 少来这一套啊 你们这都是纯属扯犊子 我们不接受 我们也不认可 那中国人提出来一套什么理论呢 就是人人平党 啊 尊重他国的主权 尊重他国的内政 尊重他国人的选择 也尊重他国的文化 你不能把这种东西当成了一种对抗的方式 也不能搞那种集团式的对抗 所以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 中国特别提出来一件事就是 我们 我们中俄之间的这个联盟 他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军事结盟 或者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阵营结盟 我们不搞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我们也不搞这种冷战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上 在这个问题里面 你就会发现一个 中国方面 有一套关于自己在新形势下的大国关系里面的一套阐述 这套阐述 这个点和美国之间的这套核心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 那在这个事情当中 我觉得中国做的是比俄罗斯要好很多的 俄罗斯在这个方向其实是很欠缺的 因为你没有这一套的东西的话 其实你是无法在国际上 你知道提出你的核心论点 让人家能够认同你的 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 特别是与你价值观相近的国家 特别是那些苦美久矣的国家 特别是不能够认同和接受 美国的这一套的理论的这些国家 或者说不想参与到这其中 为他们提供了第二种的可能性 当然同时中国也提出了一个非常极具挑战性的愿景 也就是说什么呢 是要世界多极化 可是说实话 我跟大家讲我的心里话 你这个多极化的建立的话语权的前提是建立在国家实力之上的 国家综合实力之上的 对不对 如果你的国家综合实力达不到 你这个话语权没人听啊 你举个例子来讲 前不久刚跟这个 这个塞尔维亚刚跟这个科索沃签了一个合约 是吧 就因为那个护照的那个事 你看到了塞尔维亚的这个总总统啊 这个武器齐 这就真的他是没有没有力量 那他没有力量 他就可以让科索沃就这样对他予取予求的这种提法 那在这个点上 你又可以看得出来 你你怎么 你你这样的国家 你有什么什么多极啊 你谈什么多极 你说话有人在意吗 对吧 那武器齐被川普拉到那个 拉到那个白宫 往那一坐跟个小学生似的 所以这个点上来讲 那这个整体的现在的世界 你将从单极世界 单极霸权转为多极的这种对话 在这种平等的模式里面 有几个能跟这个美国 或者是七国集团相不一样的 有实力的呢 这个很难说 而且还有一个 这欧洲你让不管是老欧洲也好 还是新欧洲也好 你让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去对抗美国 可能吗 这他们的战略自主性有没有 另外我们再看啊 再有实力的就是东北亚呢 对东北亚嘛 东北亚和东南亚 东南亚的东协这几个国家 整体的发展 跟七国集团也没有办法比 东协国家也绑不起来成什么样 都有各自的利益在其中 对吧 那么剩下东北亚就是两个国家了吗 抛去中国和俄罗斯之外呢 就是这个 韩国和日本 韩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 那都是跟美国的马前卒啊 那连主权国家都算不上 那他们两个人也不可能去认同这个 而且那国家本土呢 都有美军驻扎的 对吧 德国那也有美军驻扎 对吧 这三个国家里两个战败国 你这没 真的是 真是没有什么自主性的 那但是有一个问题说 中国在哪里呢 中国在什么地方呢 中国在这个里面 能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呢 那唯一能绑起来的就是 你可以寄院一个中东 中东的这些国家 也就是说什叶派和逊尼派 在这个中国签 这个促成了中沙一的这种和平 这个解决矛盾之后的这种破冰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破冰 后续这种和平联谊 和平的这种激荡效应 能不能够促成整个中东地区国家 像伊朗啊 巴林呢 对吧 还有这个伊拉克呀 还有这个塞尔 这个这个 还有这个这个 叙利亚呀 这些国家 黎巴嫩呢 是吧 那包括阿联酋和这个沙特阿拉伯 这个彼此之间 他们能不能够联系起来成为一个集团 也就是说像我们经常说的时候 输出国组织或者是说 海河会 对吧 那就在这个点上来讲的话 你就说 你能不能够让他们再结合起来 你能不能够让他们在 在一起成为一个 多极世界的这种 能不能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上来讲 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事 现在其实真真正正能够有实力的啊 也就是中国来去引领这个过程 也就是中国来去引领 其他国家还真的做不到 真的是做不到 这是一个问题啊 那另外一个我们要说 那关于剩下的一个呢 就是两个联合声明当中呢 剩下的一个联合声明就是 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的方向 发展规划这里面 这个里面涵盖的非常多了 那这个里面涵盖了政治 军事啊 我指的军事是军事技术的转让部分啊 互相互的这种转让部分 网络 结算体啊 这种新的这个这个电商 医疗 交通 基建 农业 粮食购买 天然气管道的这种布设 包括这个中国的企业进驻到俄罗斯填补 这个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啊 汽车领域的一些这个真空 那其中也包括了 嗯 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的开发 你这个啊 还有航天和航空啊 包括两国家之间的反恐 反恐都包括在内了 国家安全的治理 民间的艺术的交流 真的是包罗万象了 而且都没有空话 全部都是有一个愿景在里边 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这次 普京带领着几乎俄罗斯的各大部委的负责人啊 进行这种啊 首先是小范围的会议 然后是扩大会议 扩大会议之后啊 中方派去的就是说这个蔡奇嘛 蔡奇还有刚义组合 对吧 秦刚王毅 呃 这个这个剩下其他人呢 都我们也是带了一些相关的人等 当然这些东西不用习近平去 这个一一的去细了解 有底下的部委的人就专门去做 包括联合声明这九千多字 对吧 有这个外交部的人来去负责写 这个东西 但同时我们可看到啊 那这个合作的项目当中 其中有一个点 我是觉得大家值得注意的 就是西伯利亚力量啊 这个铺设的两颗天然气管道 西伯利亚西伯利亚 这个怎么怎么绕嘴呢 西伯利亚力量一号和西伯利亚力量二号 这两个啊 这个天然气管道 那特别是在这一次又提到了啊 这个建设这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啊 是穿过了哪里呢 穿过了 由俄俄罗斯到这个蒙古 到中国 到中国的西部 而且呢 用会为中国稳定的 每年可能大概能提供500立 500万立方米的这个天然气 这对于中国来讲 其实是非常好的哈 因为我们自身来讲的话 是缺有少气的国家嘛 而且呢 相应的一些这个天然气的需要啊 最重要的是稳定的为中国提供天然气的需要 这个很难得 所以说俄罗斯能不能做到 俄罗斯这点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那和俄罗斯的这个必要的这一方面的合作 其实是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点 而且呢 着手设计啊 动工啊 应该在未来不久就会开工 未来不久也会这个 这个用不了多长时间啊 因为有中国的这个里面结合 在其中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中国的这个基建速度 和这个本身的工工程的能力啊 那么另外一个点呢 就是说关于中国和西伯利亚的这个合作 就是远东地区的这个点 你这个东西你离开任何一个国家开发 他都开发不了这个西伯利亚远东地区 只有中国能够开发 你不和中国合作的话 其他说实在话 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中国这种水平 另外一个啊 你你都已经被西方给锁死了 你踢球踢出球了 对吧 这个swift 你阶段系统你都不在里边了 你现在正研究跟中国怎么用 你俄罗斯的这套交易系统 和中国的这套交易系统 彼此用这种本币啊 来避免这种 交易上的一些问题障碍 那这个点上来讲的话呢 你你你俄罗斯就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就是当年你不放手的 当年你所有防止中国的 你都要去考虑 你后续要怎么去改变 对吧 你后续的这些东西要怎么去改变 这里边的东西 你都是需要去 进一步的去磋商的 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啊 那这一次的点啊 当然我我我个人的观察啊 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有意思 我来跟大家说 就是在画面当中啊 呃在新闻画面当中呢 我们看到了一个 这个是提前公开的那个画面 就是说呃 习主席呢 在下了飞机之后 然后呢 到了克里蒙林宫 然后呢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然后握手 同时呢 两个人坐在那个椅子上啊 双方坐在那个椅子上 在进行谈话 在进行各自这个立场的 这个阐述和交流的过程里面 我注意到一个非常微妙的细节 这个微妙的细节来自于哪里呢 就是说双方的肢体语言的动作啊 特别是我注意到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啊 压力很大 他的压力真的很大 因为他在这个刚开始讲话的过程啊 这个对外啊 有很多记者公开 你就看到他坐在那个椅子上 他身体往右靠的时候 他那个右手啊 在不不停的去摆弄 他那个椅子的那个 椅子椅子内内圈的那个坝啊 他一直用手去摆了那个 其实这个其实是说明 他有一点焦虑的 他那个状态是有点焦虑的 而且他那个两条腿 在不停的变换位置 然后呢 右腿呢 有的时候还还做一些 那个多多出多余的动作 这都表明啊 人的腿在不同的变化的时候 这种状态之下 其实都在说明 这个人当下处在一个 有一定压力 同时很有点焦虑的状态里面 他那个状态表现的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严重 而且在说话的时候呢 他尽可能的就是 很少有眼神交流 特别是在他自己在说话的时候 他在阐述自己的说话的时候 他那种焦虑感就表现的 非常淋漓尽致 那当然在中方啊 这个这个习近平啊 习近平讲话的时候呢 习近平主席也有一些 这个肢体的上的动作 你看到了 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动作 就是习近平主席的右手也在 时不时的去摸那个椅子 下面的那个坝 但是他的频率 相比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频率 要小很多 要小很多 幅度小 次数小 然后习近平主席的双腿啊 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非常非常这个平静的啊 就是坐在那个椅子上 但是同时啊 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习近平主席的 这个肢体语言的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啊 就是他的眼睛啊 眨眼的速度 异常的快啊 特别是在那次公开交流的里面啊 在和这个谁说话的时候 他眨眼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往往眨眼 这个东西啊 来自于那个时候啊 那个时候 那时那刻啊 我们当我们眨眼的 我们的眨眼提取 是我们大脑在提取我们脑海当中 所有的记忆和经验 是这么一个作用 眨眼 所以当时的眨眼特别快 我第一反应就是判断一件事 他在他在尽可能快速的动脑 他在快速的动脑 利用他的经验和一个什么啊 来来想那个当下要怎么去 呃去接这个话 怎么去说这个话 这是一方面 另外呢 他也有一点焦虑 啊 他也有一点焦虑 因为毕竟刚开始见面嘛 也不知道对方要谈什么 他的立场是什么 他的想法是什么 那就在这个点上来讲的话 你就会看到 在这两个过程里边啊 在这两个里边 在这个两个里边 两方的国家元首都表现出了 不一样的这种状态 不一样的状态 但是有一个第三个 我们注意关注的点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关注到 也就是说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呢 在举行了那个扩大会议的会晤 就是超过六个小时的那个会晤 九点钟啊 晚上九点钟 从克雷蒙林宫出来 那是由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把他送出门送上车的 而且还挥手啊 向这个习近平致意 送别他 那在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我看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啊 有这么一个特别明显的 这个特别清晰的一个录像 那个时候双方人的状态 习近平主席的面色啊 包括他面部的那个表情 其实是笑的很轻松的 很轻松 而且有笑容 啊 很放松的状态 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是很放松的状态 这个点我就能判断出一件事 这两国元首在这一次的会晤和扩大性会议当中 最终的这个谈的这个结果 其实是让双方很满意的 让双方很满意的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发出来的两份联合声明 发出来的两份联合声明 那特别在上车之前 中国国家主席还跟普京说了一句话 就是这个百年变局啊 需要我们啊 一起合作 那么当时普京回的一句话就是我同意 我同意 那当时呢 两个人也亲切的一个握手道别 那然后呢 普京亲自送习近平上车 那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就可以 我当时的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说 这一次的大规 这个扩大规模的这种非正式会议的这种谈判 用非正式会议的形式去谈一些国家的正事的这种方式 确实为两国援手彼此在交流意见和达成共识方向 确实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啊 习近平是非常非常放松 非常非常满意的 而且他那个状态也是表现的非常open 非常的这种打开的 而普京的状态和他第一次面对媒体的时候的那种焦虑感和压力感明显降低了 明显降低了 明显降低了 那么就在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哈 这两国援手在这个过程当中 双方双方很有可能达到了超乎预期的这种彼此合作的这种共识 那未来中国和俄罗斯在2030年之前彼此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的合作将会继续的扩大 继续的扩大 而且已经超乎预期了 啊 普京已经说了嘛 我们预期的是2030达到是吧 2030是2034啊 达到这个两国经贸的总额呢 超过2000亿 啊 现在基本上用不着达到2030了 对吧 那现在基本上已经超乎预期了 那关于这个后续的问题的话 那双方两国之间在核领域 航天领域 经济领域 教育领域 反恐领域 然后农产品领域里面 我跟你说 这个合作的空间将会空前的扩大 空前的扩大 那中国和俄罗斯保持一个良好的战略协作关系 对于中国来讲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俄罗斯是个能源大国和粮食大国 还有资源大国 那么在现阶段的这种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我们和一个这样的大国保持一个良好的政治互信的关系 或者是良好的协作关系 对于中国来讲是有意义的 对于中国是有意义的 所以 关于这个两国的这次的联合声明 我可以说的一个点就是 真的是非常的好 超乎预期的好 而且除了签了两个的联合声明 还签了十几份协议 当然这个十几份协议具体关于什么的 我目前没有查到 所以呢 我们可以预见的是 彼此之间的两部委会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进行频繁的基层的这种沟通和协作 而且产生进一步的结果和答卷交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 一个满意的一个结果 但是同时啊 我们不得不也要提出一个担忧啊 就是说俄罗斯内部的营商环境啊 俄罗斯的内部营商环境很 不是很好 口碑也不好 而且俄罗斯的贪腐问题挺严重的 对吧 不干正事的这个这个这个地方的人也是挺不干正事的 对不然不可能就是这么一个 对吧 这个虽然苏联解体之后啊 苏东解体之后 这个俄罗斯也不至于到今天这样 啊 他整个的GDP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啊 相当于跟中国广东省一样 但是他的国头面积可不是啊 横跨压大陆 你这就不不得不说明一个问题 这是你自己不行啊 你自己家大业大 有的是洋辣 对吧 你自己 把它用不起来 就是说明你在某些地方上 你还是有自己内部很深的问题 但是中国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工业体系最完备的国家 那自然离不开一个稳定的供应链 也就是说原料层面的供应能和能源层面的供应 这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 经济安全 也是有一定的保障 那么所以和俄罗斯的这种深化的合作 优化的合作 深入的这种合作 对于中国来讲 也是有利的 现阶段对于我们来的战略 战略国家的战略力来讲是有利的啊 我们不需要下场去参加任何的一种 就是会导致把我们拖到一个不 不必要的地方去 像例如说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之间的这个问题当中 但同时中国是起到了一个非常的良好的带头和示范作用 因为在去年的2月24日开始 一直到今年 对吧 除了美国 把他这些和他的这个安格鲁萨克逊的这些差不多价值观的这些小弟国家 还有一些他的这些马前卒的这些国家 拉起来一起去圈踢这个俄罗斯 单边站单边站队 这个制裁俄罗斯以外 没有任何一个域外国家 或者第三方国家提出了一个具体关于 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政治构想 没有 没有 只有中国提出来了 也就是说中国提出的那个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冲突的12项 这个12项主张 12点主张 那么这12点主张同样也让俄罗斯提出了赞赏 让俄罗斯提出了赞赏 同时能不能够解决当下的俄乌之间的问题 我认为是不能的 我认为是不能的 因为什么 因为美国不允许 我谁让你和平的 不许不许听 继续给我干 继续一定要盖下去 那你可以看到这次安全文凶去啊 包括这个送枪也好 包括英国说啊 要为这个俄罗斯提供 这个乌克兰提供平油弹 加上一系列的这种啊 地面装甲的武器啊 这种为他们提供这种致命性的武器啊 拿过来 他们在不断的这个问题上 在拱火交游啊 这个地方就停不下来 那现阶段的这种达成 停火呢 也不好达成 为什么不好达成呢 首先第一啊 我们必须实话实说的讲 俄罗斯你你占了这个乌冬啊 你毕竟你占了克里米亚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对吧 你占了乌冬的四个州啊 对吧 这个卢干斯克 顿涅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 你这四个州 而且你从你国内的法律宪法修改完了 还让他们做公投 然后并入到俄罗斯联邦 那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啊 你知道吧 他真的是复杂问题了 那你现在让普京撤 你可能撤吗 对吧 不可能撤吧 你让双方停火 那乌克兰能答应吗 乌克兰肯定提出一个先决条件啊 这是美国肯定说了 你俄罗斯先撤军 全都撤出去 先撤军再谈判 俄罗斯能答应吗 俄罗斯也不能答应 对吧 但这个问题不就卡在这里了吗 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说了 那中国是不是这个劝就劝不了何了 也未必 说白了 现在两个国家正在兴头上 或者是说乌克兰背后的那些势力正在兴头上 他们现在还是没有 没有到山穷水尽票子花光的过程 还是有钱 还是能拿钱 包括今年五月份的 这七国集团峰会啊 在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 也会进一步就无这个乌克兰问题 再进一步的去讨论 但同时我们必须要说啊 这个战端一旦开启 双方必然会投入你的战争成本 对吧 不管你是哪一方啊 你的战争成本一定说白了 你就得往里续钱啊 不断的往里续钱 续人 续装备 砸这个砸那个 现在的弹药都已经打都打光了 就是说白了吧 全世界整个北约加在一块的这个武器库存 不够一个乌克兰打的 那就到这种程度了 对吧 就不够打的 打弹药都不够 常规弹药都不够 特别是乌克兰现在最缺的是 166毫米的这个榴弹炮 那个都不够 对吧 那你走到了这个问题是 双方 你让他退 他也不可能退 你让他让 他也不可能让 那既不退也不让的问题 那你们就先掐吧 你们掐 掐到什么程度 掐到其中的任何一方 甲乙的任何一方 俄乌的任何一方 说对不起 我撑不住了 我撑不住了 我没有那么多钱了 你看拜登政府现在也是没钱了 现在拜登政府包括这次 这个这个 这个 我记得是去年通过的吧 这个园乌的这个 法案是透过通过了450亿美金吧 援助这个军援 军援乌克兰 那今天送出去多少亿 送出了100多亿了 应该是 加在一块啊 这个这个零零增总总的加在一块 送出100多亿了 现在就是五亿啊 前两这个这个 我记得21号的话 又送了一个五亿多 你看到 灯子口袋里没钱 老灯没钱了 老灯口袋手头有点紧 那么另外一个呢 包括这个 我们这个拉回到美国内部 我们再看啊 美国内部的共和党人 不管是川普 还是德桑蒂斯 还是众议院的麦卡锡 都对于美国这种无限量 包括啊 还有美国前两天 这个街头 这个华盛顿出来 这个反战游行了 这种民间啊 民间也有一定的声音 反对美国这种无条件的 无限制的 无底线的 无限期的 去为乌克兰提供军事 经济援助 这么这么多钱这样花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当然现在为止啊 美国还嘴硬的哈 对 美国还是在嘴硬 美国的这个 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 这个发言人科尔比 不还说了吗 我们这个直到永远 什么时候停 什么时候援助到头 你听他呼售巴脸 呼售巴扯了 你看阿富汗 你看南越 对吧 你看这个叙利亚 你就知道 你看伊拉克 没有说是美国最有钱的时候 就是跟这个哪吗 跟阿富汗嘛 小布什那个时代 十多年 两万亿美元扔进去了 当然就是保守估计 两万亿啊 还不包括其他的啊 就是搭美国大兵啊 烂把鸡刀子 抚恤金 一系列的这些东西 那最后三代政府啊 小布什后面三代政府 都说不行 我们得走 从奥巴马到这个 川普到这个拜登 最后实行的是 到拜登这儿了 撤出阿富汗了 那是 那可是美国哟 那可不是什么 张三李四 王五赵六的国家 那可是全世界最有钱 军事最强大的美国哟 他都扛 他硬扛了十年 他都扛不住了 那你更 遑论这个乌克兰的 最终的结果呢 对吗 是不是 不过你说说啊 印度跟俄罗斯关系 会不会生变 印度跟俄罗斯关系 不会生变 印度是不结盟国家 而且今年的IMF 对他来讲的话 预期也比较好 而且呢 这个随着这个全球的经济 开始在这个复苏的 这个阶段里边 你印度现在状态那么好 他为什么 而且俄罗斯现在被制裁了 他买俄罗斯 他买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廉价的油气 买的不亦乐乎啊 他的武器也要靠俄罗斯 给提供啊 对吧 那这个对于他来讲 他怎么会跟他生变呢 那不会的 这个肯定是的啊 咱们现在这个直播间 有200多人啊 但是咱们咱们点赞的 这个只有43个啊 希望大家这个 动动小手啊 点点点赞啊 点点赞 感谢各位啊 把咱们的赞点上去啊 那现在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我们必须要说 说一个事情 那这个俄乌得到什么时候 俄乌就得到双方 有一方真的是靠不住了 我就没有签了 真的哥们没签了 你你想辙吧 你该谈谈 你知道吧 那当等到这个时候 那么就会有转机了 俄乌的转机就会出现 说白了 两边都抱着拆了 都抱着拆了 都抱着油桶了 都垫着往里 现在正在续火了 续那个什么了 你不往里续 你不让他把这个身体掏干了 他能他能美吗 他能能停吗 他也不能停啊 对吧 这个是不能停的 而且乌克兰的停火 对于美国来讲 是不符合美国的国家的战略利益 现阶段的战略利益 是不符合的 对不对 可是如果美国的国内随着选举 随着美国的经济状况 随着美国的这个国内的另外的共和党 在众议院和这个 这个这个去去 因为毕竟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嘛 对吧 众议院多数的话 那你审核预算的话 他就不给你过 他就死活不给你过 对吧 你要想过也没关系 那再拿其他的东西利益来换的话 这时候拜登怎么办呢 拜登是不是要权衡 这个里边的利弊和轻重啊 孰轻孰众啊 那拜登也要考虑啊 这个问题 是吧 明年美国就选举了 那个我跟你说 对于共和党的心态 你大家一定要了解在野党的心态 尤其是民主选举啊 反对党 反对党的心态是 我没有任何执政压力 你我乐见你把事情搞砸 我乐见你出问题 我乐见你搞的一团乱 搞出一个烂摊子 而且呢 我没有任何压力的 可以与你在任何极端的问题上飙车 为什么 因为出事的锅都你背啊 对吧 出事的锅都你背啊 我是监督的 对吧 在野党啊 我是反对党 对吧 那共和党乐不乐 乐见 拜登把这个乌克兰搞得一团习啊 啊 搞得拉一裤的这种状态 肯定乐见吗 肯定是乐见的 共和党非常乐见这个事 共和党乐见 美国人看到一个失败的民主党总统和民主党政府 只有你越烂 只有你越菜 你才能够让共和党赢下明年的大选 这才是重要的 这才是这个共和党想要的东西 能了吧 三哥眼里就是自己啊 帮别人打架 三哥宁愿多吃个香蕉 那同时啊 我们也要提到 不得不提到一个挺重要的国家 就是印度啊 印度 印度除了在这里面发展之外啊 印度其实是有很好的这种 怎么叫 这就是战略的代价而沽的价值 为什么呢 因为美日印澳四方联盟是美国一直希望拉着印度吗 把印度拉进来 那么把印度拉进来 这个问题 那就得到了一个见识 就是说印度只要能够保持住自己的高姿态 那么美国就会让利 但如果印度去鼓动的去迎合美国 那么印度就会吃亏 所以就看印度莫迪政府 莫迪能不能够了解美国人的心思 美国人的这个小心思 而且中国在进行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 对吧 会不会有更多的这种 随着中美之间的这种 这种更大的这种对抗 对吧 会不会有这种 低端的密集型制造产业的转移到印度呢 那印度对于印度来讲的话 增加这个就业 增加这种这个这个 GDP 对吧 对他来讲也是好处啊 那美日印澳的这种 这种这种加入啊 包括日本的积极的融入 想要跟那个印度再继续深化关系 搞好关系 结合印度 积极的想要把它拉到美日印澳 包括今年的这个七五月份的这个七国集团的广岛峰会 也要把印度拉进来 对于印度来讲的话 那何乐而不为呢 我这个也参加 我那个也参加 反正我是不结盟国家 你们都得来讨好我 我都够大 我人够多 我实力呢 也不错 对不对 那值得那更多的就去代价而鼓嘛 那么碰到实质性的问题 你想让我去当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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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怎么说呢 去替你们去冲锋陷阵的时候 那我那个时候我就再考虑考虑就可以了 对吗 那么这个问题 所以说是印度人啊 在这个地方只要苟住了 我觉得对印度来讲 他能够收获一部分他印度的利益 但同时印度切记一件事 千万千万不要打中国的主意 因为印度一旦跟中国打上中国的主意 就说明印度是非常不明智 印度甚至有可能啊 让自己蒙受巨大的损失 所以在这个点上来讲的话 印度如果能够把这个平衡外交玩的很好的话 对于印度来讲是非常好的 你知道吧 这个是非常好的 但同时啊 但同时我们 也要明白一件事啊 就是我觉得 对于中国来讲的话 我们没有必要去跟任何一个周边国家 特别是像印度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去交恶 而且他是不结盟国家 没有必要 就是说你可以跟我不运不火 是吧 你可以跟我不运不火 你也可以跟我什么 你只要不跟我作对就行了 我不要求你跟我都好 我不要求你多喜欢我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只要你对我别太 态度太恶劣了 每天给我找麻烦 就OK了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 目前中国只要能把握住这个尺度就可以了 那么当然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 我们同时也要重点的提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这联合声明重点的点了日本好几次 重点了点了日本这个国家 而且在未来你会看到 美国在联合亚这个日韩的过程当中 一旦日本有动作 中国和俄罗斯就必定会联合起来 在军事层面上给日本以施仪 重重的压力 重重的压力 举个例子来说 这次岸田文雄去这个印度 转手去了基辅 对吗 去了基辅之后 俄罗斯派了两架图一图九五 飞了七个小时啊 在印度那个那个那个地方 在日本那个地方 飞了七个小时啊 两架图九五 你想象日本是慌不慌 对吧 包括北方四岛 是吧 他都是可以控制到你的 而且我跟你说 他一个事啊 就是非常有意思的点 就是拜登是个愚蠢的总统 岸田文雄是个愚蠢的首相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第一啊 在川普时期的话 川普对于俄罗斯 其实没有那么敌意 没有那么不友善 川普是想拉拢俄罗斯 来共同围堵中国 那这个形式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是并不利的 川普其实川普的这个经营 其实来讲是比较好的 但如果川普那时候再 加上他如果没有鲁莽的去 退出这个核协议 因为他太占以色列了 你知道吧 他太偏占以色列 所以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讲的话 他对于以色列的这种不理性的这种 狂压力以色列的这种行为 也确实会引起沙特的不满 也会引起伊朗的不满 而最终导致到一件事 他就太莽撞的退出了伊朗核协议 而给后面的拜登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困扰 一个巨大的困扰 这是这是川普做的一个不好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我们还要说 另外一个我们还要说 那他做的好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说他想联俄制中 他想联俄制中 这个是好的 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个战略思维是没有错的 联俄制中 你不可能又打俄又打中 但是呢 结果他下台了之后 拜登可做了一件更牛逼的事 就是更坏上加坏 本来就已经局面就让这个 由于在川普政府过度的 这个支持以色列偏向以色列 导致于这个平衡被打破了 这个平衡被打破了 拜登既不能够修复美国 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 又不能够允许俄罗斯在这个地方上做大 他又把这只手呢 又伸到俄罗斯那个地方上去 等于彻底就毁掉了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 之前的这种相对来讲比较不错的关系 直接把俄罗斯推出了整个西方世界 哈哈哈哈 你说你说这是不是昏招 愚蠢啊 这何止是愚蠢 简直就是愚蠢啊 太愚蠢了 你美国再强大 你有20 你有2011年的时候 这个强大吗 对吧 你美国这个这个这个再厉害 你有这个当当当年 这个对这个阿富汗发发发动 这个这个这个入侵阿富汗的时候强吗 有钱吗 没有吗 你没有那时候强吗 你没有那时候有钱吗 对吧 那你现在这个那你现在这样的状态 你既打击俄罗斯 又堵死了伊朗的这个问题 又修复不好 又开始对中国进行极限围堵 那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这三个完全被你敌视的国家联合在一起 当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我跟你说啊 走到今天为止 中沙中伊俄这三国之间的这个联盟 这个体这个三角体系 一旦稳固建立起来 这个美国 这是你自己做下的这个愚蠢的决定 是美国人自己做下的 你怎么可能呢 中国和伊朗 还有沙 还有俄罗斯 想好都不知道怎么想办法 就是中国其实心里的希望啊 可以跟他们能够得到一个非常牢固的关系 我们都想破头了 没想到你美国这么帮我们 美国这么帮中国 太帮忙 太帮忙了 真的是 所以我就说嘛 有的时候你的朋友未必能帮你 这个达到你想要达到的东西 但是你的敌人一定能帮你解大恨 你知道 你看美国这一系列的操作 你看看 从川普时代 一直到这个拜登时期 这两任总统 花了 八年的时间 不到八年的时间 七年的时间 就已经把中国这么长久以来一直渴望的关系 让他做到 让他推动了 这个是非常牛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美国这个战略不熟 美国这个战略不熟 真的我们要给他鼓鼓掌 好棒棒 好棒棒 真的 中国的中国中国都我跟你说 我要我鼻润泡都乐出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你真的是优秀啊 哈哈哈哈 你真的是优秀啊 不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牌 你给我打什么牌啊 你这往我手里都打 那我就不收拾下来 我对不起你的这个 这个我对不起你的猪脑子了 那当然这个问题啊 我们再说一个事情 那除了这个点上来来说的话 美国的这一系列的这种 这种骚操作 这是完全自己美军做下的 美国人自己做下的 那你做到了这个点 你做到了这个程度 对于中国来讲的话 那自然就得着了 那拜登政府 能不能解决处理这个问题 这一届拜登政府休想 休想不可能 伊朗解决了吗 你拜登解决了 伊朗的这个何问题吗 解决不了吧 你伊朗现在全面的在 你在跟世界证明一件什么事 美国人的这个双标 我今天在发了社区的时候 我特别说了一件事 美国不允许伊朗拥有 这个风度超过百分之三点六七的 浓缩油 但却为澳大利亚提供了 风度超过百分之九十的浓缩油 让他做核潜艇 你这不是美式双标啊 对吧 你这不是美式双标啊 因为你大家都知道啊 武器级的 不是武器级 是武器级啊 武器级的 这个油的浓度 是要超过百分之九十 甚至更高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对吧 因为 这个浓缩油的提炼 对于一般的国家来讲 是非常非常之难的 非常困难 你看伊朗几百台离心机啊 就这样转 他的浓缩油 就没有破过这个百分之三点几 啊 但是你要想做到纯度 这个风度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 这个 这个油 你还是真难弄 可是美国轻而易举的 就把它提供给了澳大利亚 你这个东西 你能不让伊朗恨死你吗 伊朗难道不会恨死你吗 是吧 所以这个点上来讲 你就会看到 中国 美国之间的这场博弈 这场博弈 对于中国来讲 真的 我们不需要做太多 我们只需要控制住 局面 啊 谁下场 老子都要能够保障 我是最后一个下场的 而习近平的这一次的中俄之旅 强量的打了美国一记耳光 就是为什么说 他响亮的打了美国一记耳光 通着全世界 是因为你美国在全世界 不断的制造冲突 矛盾 还有彼此之间的争斗 但你美国却永远不为这个世界 做出任何一个解决性的方案 你美国人所到之处 就有如蝗虫过境一般 你只会带来灾害和毁灭 你不能够为这个世界提供一个新的可持 可可能性的方式 特别是这些第三世界国家 特别是这些 可祈求和平 稳定 还有发展的国家 你能他为他们提供吗 你不能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不符合你美国的战略利益吗 这不符合你美国美式传统武术的这个精髓吗 因为你不在乎别人吗 你不在乎别的国家吗 你不在乎人家的生 这个生存和需要吗 为什么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问题就发生在这里了 是因为你美国就不断的在挑逗这个地域的这间的这种地缘冲动吗 你不断的这提升这个危机吗 而且你忽视俄罗斯对于地缘安全的需要的这种合理的诉求吗 你逼俄罗斯吗 那你逼他 那最终的结果不就是一拍两散吗 你美国造出了这种冲突 美国当年这个搞出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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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尔干半岛啊 这个南联这个这个对科索沃进行了78天的这种洗地啊 洗完了最后给整个欧洲给洗洗的是欧元区受到重创 最后还是你美国得利吗 对吧 你现在又搞出了一个俄乌冲突 欧元区又他妈被重创 你又开始在国内立了一个通膨削减法案 对来到你国家的这些企业进行各种各样的津贴 你不是在杀你的 你不就是在割你队友的韭菜吗 割你盟友的韭菜吗 谁跟你好你 你割谁呗 对吧 吉星哥当年说过一句话 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 做美国的朋友是治病的 我跟你说 吉星哥太了解美国了 这个犹太人啊 这个犹太的老头啊 太了解美国人了 美国的前国务卿啊 太了解这个昂格罗萨克逊的这套作风了 你跟美国人做敌人是危险的 你做美国的朋友是治病的 所以中国就提出来了一件一个问题啊 中国提出来一个这个中国的这套构想为全世界的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是不愿参与这种集团对抗和集团互欧和集团的彼此的剑拔弩张的这些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 就是说我们只搞闷声发大财 我们只做生意 我们只发财 我们只发展 我们只去相互的进行合作 而且我们彼此尊重 我们用政治来解决彼此的冲突和矛盾 而非军事问题 而非军事手段来解决我们彼此的问题 当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 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啊 我还要特别讲到一件事 中国的外交部部长 副部长谢峰 啊 已经就是去了菲律宾了 去了菲律宾干什么 这个新闻很少有人讲 很少人提 去菲律宾谈南海海上行为准则 如果今年可以和整个东盟国家 把这个敲定下来 那么在南海上 中国将和整个东邪的这些国家 彼此之间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就会带给我们一个稳定的政治解决方案 而并非在发生冲突和矛盾之间 会破坏我们彼此之间的良好关系 这是中国的大战略 啊 这是中国的大战略 好吧 今天在这个这个直播讲里呢 200多位的观众啊 感谢大家啊 这个我们的赞只有85个啊 欢迎您这个把咱们的赞 网上点一点 好吧 谢谢啊 谢谢啊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本频道呢 欢迎你订阅啊 开启小铃铛 想连麦 连什么麦啊 你谈什么 就是有想说的 你文本告诉我一下 你要说什么 行吗 我看看情况 整个连麦环节 我看看哈 我看一下 这个 这个哥们 咱们之前不是连过了吗 他们之前已经连过了 另外一个吗 还有还有一个想连的是谁 你文本告诉我一下 我看你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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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